来青山这边找回忆 先买一家比较出名的猪蹄 走了 找回忆 这么晚这么多人 他们家凉菜卖得很快 应该味不错 开饭了 走一个 龙溪小学那是炸块配米线 炸是串串配米线 为什么会来他家 因为他们家你站到门口 包括吃没有香精味 第二他的汤 他辣椒你吃完之后 第二天不会住进厕所里 开了很多年 白天不开门 我觉得食材买了还行 信仰人 会做饭 我都已经煮得很面 这个辣的 他劲不太咸 不是你入口就是你造的那种 他是你吃鸡肉之后 慢慢慢慢升华的那种 一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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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点 到咚 尝尝一下 怪不得那么多人 没有那种不好的腥味 煮得无香味 猪蹄的肉皮是筋 是韧性 很味 还不咸 很香 直接下手那种 不错 和猪蹄也可以 这个叫米线 一份米线是四个签子 它不是论配的 是论签子的 二百张就吃起来 就有股鸡汤味 这个家的辣椒 那种很层次那种辣椒 你看他们家这会儿 不断的由人来 下午点夜开到凌晨 很个性的营业方法 不同意别家的串尔销 多少情愿学此的回忆啊